因為他取消宣誓聲明時被剝奪 剝奪了他個人意見的自由 有人說騙殺公務員自己的權利 我覺得這是荒謬的說法 公務員本身的權利就是他受到人權化的保護 他自己可以有他個人立場 但他不應該將自己個人的政治立場 帶入他工作裏面 公務員的個人權利也不包括他可以違反基本法 以及違反一個公務員的一般守則 公務員有公權的 如果他行使公權的時候 他是在做一些可能違反基本法 甚至違背效忠我們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工作 其實這件事是非常危險的 他也會影響整體市民的利益 譬如7月1號有不少人被捕 當中被捕的人士 其實我們都見到有不少是公務員的 公職人員也有公務員也有 這種情況其實在過去一年裡 黑暴打爛整個社會的事件 其實每次我們都見到是有公務員參與其中的 所以這件事才令到市民會質疑 究竟我們公務員團隊裡面 他們是在效忠哪一個 他們是為甚麼而去破壞這個特區 另一方面就是我們見到外國 不同地方其實都有受公務員有不同的規限 甚至乎在過去有些國家 就住公務員可能是做了一些違法的事 或者是不效忠 政府甚至不聽政府的話都好 不聽總統說不聽領導人說也好 他們都會被解僱 就是你效忠這個地方 你效忠這個政府 效忠你服務的對象 其實都是一個很基本的要求